你会把施衣郎拍 拍到岛上吗 当然要拍啊 我再三地告诫你们 女生最重要的是陪伴 要把他拍来 拍来以后当场翻脸 你拍什么拍 怎么可能 要死自己死 我对于男孩子说 他绝对不会把女孩子拍过来 其实我还蛮持怀疑的态度 我也持怀疑态度 因为男生其实是 依赖性非常重的一种动物 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你拍过来 男人就是这样子 女哥你别骂我们 把我们都骂进去了 宇哥为了让就是 所有的女观众喜欢他 真的拼了 真的拼了 比如说你老了中风了 然后你当然需要 而且老婆不陪你 你还骂他了 对 这就是男人 所以说大家不要讲得这么好 什么青高中 我为了他的着想 我绝对不会拍 但是女生你也需要陪伴 女生反而比较会真的去想说 好这个时候 我能够用什么方式自己生存下去 我尽量自己生存下去 这是女生跟男生的不一样地方 然后我跟你说 你有四个字 父女基友 我老婆就跟我说 有一天你老了中风了 我就天天推着你去广场 我说你推我去广场干嘛 我说你看我跟别的老头跳广场舞 你说很没 好厉害 这个选择其实还挺难的 想问一下局长怎么选 我啊 对啊 你拍吗 我肯定不会拍 是因为我的孩子还小 他才两岁多嘛 你说我把妈妈拍来了 谁照顾孩子 那局长如果可以带孩子呢 如果可以带孩子啊 把孩子也拍过去 干脆把整个小区拍过去好不好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妈妈在喂奶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拍过来了 第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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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拍 因为我希望他在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环境里面 能够去生活 如果宇哥他的孩子 还嗷嗷待哺 怕一下子把你太太拍过来 你有可能会考虑 我比较希望是拍了之后 他们来 然后我可以回去 走 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 想不想他来 是你们准不准备一起死 是这个原因 我说实话 如果我的儿女 已经长得很大了 家里我已经觉得 没有什么牵挂了 他们可以正常好生活的情况下 我会把我的老婆拍过来 大家一起死嘛 反正都要死有什么关系 在哪里死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情我就拍了 但是如果是年轻的时候的话 我就不会 嗯 孩子是很重要的 我们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孩子很小 所以很多时候是会比较现实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 前爸 我不可能就是 必须要拉一个垫背的 还不如祝福他们 让他们更好的生存 你看爸爸说得多好 隔着大喊 我祝福你们 哪有这样的口气 是发自内心真心地 祝福我们 对对对 祝福你们 让我一个人出来旅游 好的 祝福你们 这是我们想的吗 是 所以奉承你的提议是什么 我的提议啊 啊 提议 我打个电话 都不记得是什么了 我的提议是 每个女生都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 男友招考题 没有人有反应 不是 他们 顺其自然嘛 不要做题 为什么每个女生 要给每个自己的男朋友 专门去定一道题呢 那我反驳 我来听你回答好了 男女在一起 比如说一段日子之后 女孩子还是维持原来的任性 霸道 不讲理 那就表示 他碰到了一个好男人 如果女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成熟 那就表示 他碰到了一个坏男人 我觉得宇哥说的话 怎么全部都说到女生心里 所以我告诉你 各位女孩子们 就尽量把这些考题 拿去考你们的男朋友 看他怎么回答 尽量地刁难他们 尽量地任性 尽量地杀坡 尽量地霸道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男孩子 你的身边这个男伴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用什么方式来处理你的无理取闹 如果他马上掉头就走 或是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 那么你就要考虑 要不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对的 所以 我知道我要提议什么了 我提议 从今天开始 宇哥成为妇女自由 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 特别是女生 你们觉得要给自己的男朋友 制定一套 专属于她的这个题目 然后让所有的答案 让自己有继续任性下去的理由的话 请拍桌子表现通过 通过 专属于以后 三筒